好吧 还有别的什么 让你们出复的事吗 还有就是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 从大学到现在 一直是我单方面的付出 为啥这么觉得 因为不管是 过一些今天日 他的生日什么了 我都是去精心准备 然后反而在我身上 我没有感觉到 他为我准备过什么 你都怎么给他 精心准备的 比如说我 罢了 我们俩在一起的照片 打了将近三百来张 然后我当时就把 我那个卧室 就全部照片贴到了墙上 然后还专门 从网上订制了那种 DIY的表白灯 然后想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对他来说 那天晚上回来 就是看了一眼 没什么感觉 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内敛 我也不太会表达 我就觉得对他好 我就做 但他就觉得我没有付出 就包了他那手表 就是我提前攒钱 就是为了他生日的时候 给他个生日礼物 所以男生觉得女生 虚冷 是吧 对 关键是他现在 他不愿意去跟我沟通 他有什么事 他憋在心里他不说 不是 那你愿意 跟他沟通吗 对 我一直是在跟他沟通 一直是 我都已经到现在 我都感觉 我就是在对牛弹琴 他老说就是我不跟他沟通 现在他根本就不跟我沟通 他老是挂我电话 经常挂我电话 不回我微信 这不就是沟通吗 我现在跟他就我感觉是有带勾了 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们俩刚谈的时候 他说他没安全感 行 那我把我身边所有就是异性关系 我全给断了 我该闪了全闪了 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为了他做的 已经够多了 我现在连找个工作 我都先考虑了是他有没有安全感 不是 你们指的这安全感 是什么东西呀 因为他就是爱吃醋呀 就觉得我身边女生多呀 我就感觉很可笑 你身边女生多吗 以前是挺的吧 那你花心吗 我不花心啊 那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没玩血感 我也是问他 我说你的安全感 怎么样才能给你 我的天呐 你们不是谈恋爱 你们是做学问的啊 来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助 对于年轻的小情侣 一起进入新阳美容APP Qbit 稳缺 安全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但是其实它是 细化到生活当中 它又是特别特别小 我们在这儿 地方非常谈论 我们在这儿 去吧 我们在这儿 看到我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会 另外一层 你们会 在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一个个人习惯 但是在女生而言 她的理解就会是 你不爱我 你不在乎我 你不尊重我 因为你会把我 这个概念放得非常的大 然后以自己的这种规则属性 去要求身边所有的人 所以这也是你要 检讨的一个问题 把自己的规则属性 自我的地方说得小一点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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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